这个小偷呢可是真的存心要偷的 他呢前进了人家的住宅 偷了一个金戒指 结果被邻居给撞见了 左铃右舍呢大家呼着来 那么像是呢抓枪击要犯一样的 有人拿安全帽 有人是拿架子脖子制服他 还有人指着他大骂 全场的十几个人紧盯着 这个小偷吓得是双手合十 频频的求饶 偷了一个金戒指 结果这小偷的下场实在好惨 一群人涌上来把他扑倒在地 像是劳定酒劳咖 阿公九阿嬷将他团团围住 小偷吓得双手合十 拼命求饶 听到的内容是他偷阿嬷的戒指这样 对然后那个小偷他是 好像是有喝酒还是吸毒之类的 所以他没有什么力气 然后也摇摇晃晃的 但是求饶也没用 接着小偷伊林被抓着 把整个人逼到棋楼下 所有人矛起来抓小偷 还有人抓得太慢力 抓到连自己也流鼻血 令我比较傻眼的是他还开导 那个小偷 他开导小偷 对对对 他说什么 就叫他说要去找工作 不要说这样子偷东西之类的 抓个小偷竟然阻林右舍 通通动起来 像是年轻一点的壮汉 把小偷制服压在地上 老夫人则是指着小偷的鼻子 破口大骂 也有老先生手上拿着安全帽 可以小偷 另外还不止这样 左边巷子有三个小姐停下脚步 议论纷纷 小吃店里有四个民众也被惊动了 再加上现场有123 三个人在围观 就算小偷想逃 实在也逃不了 大概跑了多远 应该大概两 两百多次左右 这名小偷偷个警戒指 遇上守望相助的邻居 当成枪击药犯来抓 阵仗庞大实在很夸张 就像周易德 陈广瑞台中采访报道